他们已经结婚五年 每天却只是一起牵手睡觉 女人每次提出的时候都满怀期待 男人却马上假装咳嗽起来 沙盒已经31岁了 他不知道这样的婚姻还能坚持多久 早上沙盒跟老公一块出门 他蹲下来系鞋带的间隙 老公居然自己进电梯先走了 留下他一脸的无可奈何 晚上婆婆不请自来 又故意戳到他们没有孩子的痛处 老公赶紧插开话题 婆婆马上又阴阳怪气 夜里婆婆起来喝水 见到沙盒还是不依不饶 沙盒的工作是在超市做收银 他摸了摸镜子中略显憔悴的脸颊 又看了看美艳的口红模特 便拿起一支试用装 用手轻轻在唇上抹出一片红艳 自己真的没有魅力吗 他学着海报里的模特性感的嘟嘴 或许自己确确实实需要一抹亮眼的红 就在这时几个小屁孩突然经过 还打闹着撞翻了口红货架 沙盒蹲下捡的时候 发现这里竟然是监控的死角 他鬼使神差地捡起一只 放进自己的包里 匆匆走出超市 却在门口被一个女人拉住 女人名叫家子 是沙盒家对面新搬来的邻居 此时正在附近 与一位年轻男子约会 不料车被一名高中生撬开 倒霉的沙盒不仅慌乱中 被他们撞倒 还要去警局配合作假证 谎称三人是朋友 一起约到超市附近聚会 但家子的行为让沙盒十分反感 正当沙盒要离开的时候 范氏学生的老师北野过来道歉 北野看都没看美艳的家子 关切地询问沙盒的伤势 两人忐忑地眼神碰撞 家子似乎捕捉到了不寻常的情愫 可沙盒却越发心乱如麻 匆匆逃离了现场 第二天家子约北野商谈赔偿 沙盒居然有点小紧张 北野说他会承担所有的责任 家子却故意刁难 北野无法接受这样无礼的要求 愤然起身离开 家子转头就怂恿沙盒追上去 沙盒解释自己已经结婚了 家子却表示真正的恋爱 是在结婚以后才会开始的 一番话直击沙盒的灵魂 他彻底坐不住了 在这个女人的面前 自己的心思被看得一清二楚 可他离开时却再次遇到北野 还主动招手让他过去 只是为了让他看一只臭虫 沙盒一下惊呆了 北野为刚才的突然离开道歉 沙盒却说你这不算什么 要是我可能会跟那个女人打起来 两人匆匆地告别 沙盒慌乱之中竟走反了方向 而这一切都被楼上的家子看在了眼里 你能想象他有多绝望吗 老公宁愿每晚抱着玩偶睡觉 也不碰他一下 这样的生活沙盒坚持了五年 直到昨天和北野意外相遇 仅仅几分钟地交谈 便让他回去后魂不守舍 他心虚地给老公打去电话 今晚一起去外面吃饭吧 老公想都没想便一口回绝 虽然预料到结果 但他还是有那么一丝失落 可他不知道的是 老公转头就和女下属眉来眼去 还约好了一起吃饭 沙盒一人在家百无聊赖 居然查询起来北野给他看的虫子 而北野给学生们上课 讲到虫子的时候 也会不自觉想起沙盒 虽然不想和佳子扯上关系 但沙盒还是被邀请参加他家的聚会 佳子的丈夫龙川是著名的杂志社主编 因为骤言期的专题杂志大卖 他在家里和员工庆祝 不料派对中途 佳子的追随者小智找上门来 佳子紧张得不知如何是好 龙川正要起身去开门 沙盒竟然谎称小智是自己的弟弟 出去前还狠狠地瞪了佳子 沙盒终于劝走了小智 佳子出来向他表示感谢 沙盒还是不止于和他同流合污 这是一个画家中途离席 与众不同的气质让佳子很感兴趣 便请画家给他画一幅肖像 佳子老公误会小智是沙盒的情人 还告诫他离沙盒远一点 这让佳子非常失落 依靠在冰箱上喝起了啤酒 画家家藤捕捉到了这一幕 他知道要画的是什么了 不是他的优雅漂亮 更不是他的野性和神秘 他一眼看穿他的空虚和寂寞 更看透了他的忧伤和不安 佳子躺在床上翻滚 抱着那副笔饭高还糊弄地抽象画 像是在冰天雪地里快要冻死的人 抱住一只热地发烫的北极熊 沙盒则不知不觉来到北野的学校 他在期待着什么呢 可保安突然出现让他赶紧掉头 却刚好和北野不期而遇 他慌张地解释自己刚好路过 然后骑车落荒而逃 可骑着骑着还是忍不住回到北野身边 就在这时北野发现沙盒的鞋带开了 他直接蹲下 耐心地帮沙盒系上鞋带 还教他要怎么系才不会松掉 沙盒看着温柔的北野 他的心也在一点点的沦陷 所以寂寞的人仅是一幅只有两个人看懂的话 便可以让他无法入睡 只需系一下鞋带 他便希望时间能在这一刻停止 只因心爱的宠物仓鼠跑了 这个奇葩的男人居然破口大骂 结婚五年了 沙盒第一次离家出走 却发现自己根本无处可去 最无助的时候 他想给北野打个电话倾诉 可终究没有那份勇气 到了上班的时间遇到家子 家子得知他三点下班 便故意制造他和北野独处的机会 虽然知道是家子的坏心思 但沙盒还是天真的以为 他和北野不会变成那种危险的关系 两人聊得很投机 仿佛和对方说着话 便能短暂忘却所有的烦恼 临别的时候 他们交换了彼此的电话号码 而这一切却被婆婆意外看见 而此时的家子来到家腾的工作室 拜托他再给自己画一幅画 家腾却无情地拒绝 因为美貌一直被夸赞的家子 被画家的冷淡惊呆了 可这却更加激起家子的征服欲 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离开 沙盒晚上回到了家 婆婆提起他和男人单独见面的事情 无奈只好请来家子帮忙 说那人是家子的朋友 沙盒试探性地询问老公 自己和别的男人单独相处 你会吃醋吗 老公却一脸地无所谓 沙盒有点生气了 自己真的那么没有魅力吗 另一边北野却收到妻子的好消息 他已经晋升到了副教授 本该高兴的事情 北野却明显地看着有些失落 喝醉的妻子说出心里话 自己真的是嫉妒了吗 第二天沙盒再次遇到家子 一起来到家子的家中 沙盒坚持自己现在很幸福 却被家子一眼拆穿 沙盒发现自己无力反驳 借口去卫生间缓解一下情绪 出来的时候 竟发现家子拿着自己的手机 还拨通了北野的电话 还让沙盒帮自己打给家疼 晚上两家人一起聚餐 北野突然回来电话 沙盒不敢接听 却在上班的时候 一遍又一遍地听着北野的留言 终于他鼓起勇气拨通北野的电话 两人相约森林观察大自然 家子也再次找到家疼 画家终于同意帮他作画 于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中 四人各自放开自己的内心 短暂奔赴那份不知对错的心动 夫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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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当だ これ持ってて 男的人はいつもずるい ドアを叩くくせに 自分では開けようとしません 女が鍵を開けて ここだよと優しく声をかけてあげなければ 何事もなかったふりをして 通りすぎてしまうのです それが金岸の扉なら なおさら 女人第一次努力尝试靠近 却被男人一把推开 沙盒脑子一片空白呆立原地 粉色的雨伞借着风湿 被卷到数尺高空 而沙盒的心 却被她的决绝推入深深的海底 此刻她只想逃離 できることなら 全部消してしまいたい 另一边的家子 也在片刻的犹豫后 选择放弃 加藤劝她还是回到 那个豪华的家吧 因为那里才更适合她 沙盒把被拒绝的怒火 全部发泄到了丈夫的身上 丈夫虽然一头雾水 但还是小心翼翼地道歉 这更让沙盒羞愧不已 隔天家子 看出沙盒心情不好 坦言自己的进展也不顺利 果然不管多少岁 被人甩了还是会很难过 但她并不会放弃 沙盒却表示 不再和北野见面 但她知道 这根本不是自己的真心话 而此时的北野看到雨伞 便想起被自己拒绝的沙盒 正巧外面又下起了雨 因为没有雨伞 小智便提议送她回去 两人谈笑间忽然看到北野 北野只是送还了雨伞 便一句话也没说匆匆离开 孤独的背影写满了失落 沙盒知道她误会了 以为自己和谁都能共撑一把雨伞 虽然很难过 但这样就不会再和她见面了吧 沙盒删除了北野的联系方式 也亲手终结了这份危险的心动 嘉藤给出版社送来了新话 嘉子的老公赞不绝口 但隐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便追问模特是谁 嘉藤却表示无可奉告 一下惹恼了嘉子的老公丢了工作 嘉子到超市买七夕的装饰品 恰好碰到北野的妻子哲元 便邀请他和沙盒到家里做客 建议来个七夕团聚 三人的丈夫却各找理由 婉拒了这次聚会 北野犹豫地站在超市门口 小智告诉他沙盒三点已经下班 并说自己和沙盒只是同事 三个女人的聚会 嘉子大方的坦白 自己有婚外情 哲元也说出自己的秘密 结婚前曾和一个教授谈感情 身陷其中最后遍体鳞伤 而让他走出来的人就是北野 沙盒也久后吐真话 说出自己正喜欢着一个男人 不过已经准备放弃了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 听到小智说北野来找过他 沙盒马上就不淡定了 飞快地骑车来到学校 看到北野的身影用石子砸了过去 却不小心被弹到额头 北野听见声音转过了身 两人约定再去一次上次分开的公园 我去你那边 这次你站在那里就好 白色的榨了好美 紫色的绣球花好美 那得安静走来的男人也好美 棕色的玄桥好美 满眼的翠玉好美 那个脑袋上 捂着红包的女人也好美 北野小心翼翼地靠近 沙盒却不自觉地后退一下 然后鼓起勇气 看向北野 主动用额头触碰他的手指 从面对面的深情凝视 到一起牵手漫步森林 从如沐春风的浅笑 到情不自禁的亲吻 他们已经完成了一对恋人 从初始到陷入爱情的全部步骤 尽管这个男人不怎么浪漫 跟女生约会只知道一直聊着虫子 可这短暂的时间里 沙盒根本没想起丈夫的脸 可傻傻的姑娘还没意识到 两人约好下次见面的日子 沙盒雀跃的心情像浪花一样翻腾 甚至到家后还没有平息 她准备了满满一桌子的美味 第一次面对丈夫时 洋溢着微笑 果然真如家子所说的 外面恋爱情 可以让夫人尽快乐 而另一边的家子 却想用钱来理清跟家藤的关系 这深深刺痛了画家的自尊 两人再一次不欢而散 隔天早上家子脸色苍白 丈夫看都不看 只是吩咐她准备一杯咖啡 连女儿都看不下去了 我母亲没有使用 失落的家子又在网上约男人 语气里满是自暴自弃 小智发现了赶紧告诉沙盒 沙盒非常担心 过去劝他不要再惹祸上身 家子看出沙盒与北野进展得很好 沙盒却慌张地狡辩 没有进一步加深关系的想法 家子嘲笑他婚外情 怎么会有纯爱 沙盒却坚定地认为 从心底喜欢一个人是可能的 即使不发生肉体关系也时刻想和对方在一起 终于等到相约见面的日子 沙盒期待的心情根本无法隐藏 上班时都充满了热情 但北野喝着冰水却陷入纠结 昨天妻子突然对他说 总感觉夫妻间的生活缺了什么 冥思苦想后终于发现缺的原来是一个孩子啊 工作时沙盒收到北野的短信 他的心中非常窃喜 休息的时候赶紧跑出去打开 这一刻仿佛地球都停止了转动 可他连追问的勇气都没有 另一边的佳子来到酒店约会 没发现丈夫在一路跟踪 他提前打电话给沙盒 如果发生了危险 沙盒是唯一知道他在哪里的人 男人在电梯跟丢了佳子 看着酒店里的话若有所思 他来到佳藤的画室 发现佳藤并没有出门 为了掩饰尴尬 他提出想重新续约插话的工作 佳子进了酒店房间 才发现网上与他联络的居然是小智 这时佳藤打来电话 说你的丈夫重新给了他工作 估计是怀疑他们了 小智看到佳子聊电话时的幸福表情 一把夺过电话 对佳藤宣称佳子是自己的女人 然后扔下电话 粗暴地将佳子推到在床上 沙盒还是独自来到约定的公园 那无疾而终的短暂爱情 还是让他恋恋不舍 走在木桥上 依旧能感受到当时的心动 不自觉想起如幻影般温柔的北野 可就在这时 北野却突然出现在眼前 两人终究还是掉进了近段的陷阱 偷尝了天堂遗落的果子 在未知的爱情里 男人永远会比女人多一丝理智 两人一起来到宾馆 当不知如何抉择的时候 很多人都愿意相信命运 沙盒说赌一下吧 经过窗外白色冲浪板的第一个人 女的我们就只做朋友 男的我们就做露水夫妻 北野说如果是火星人呢 那我们就再不相见 两人趴在窗边交集地等待 当一个女人快经过时 他们的脸上挂着满满的失望 可一条狗却抢先一步 北野急了 他要去确定一下 却被沙盒拦住 他已经知道他的心意了 沙盒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 北野温柔地给他披上毯子 原来是家子的丈夫打来的 家子真的出事情了 两人紧紧拥抱依依不舍地分开 沙盒匆匆赶去酒店 得知消息的家藤也赶了过来 他很快就制服了小智 并说家子的丈夫正在楼下等着 他们装作一起在酒店吃自助餐 成功骗过了家子的丈夫 家子明白他与北野已经发生关系 便问沙盒感觉如何 家子却善意地提醒他 比起出轨本身 被发现的罪过会更大 两家人在一起吃饭 说着不习惯的谎言 让沙盒的后背一阵发凉 但是不撒谎的话 就没办法跟他见面 第二天沙盒到学校找到北野 在站台装成陌生人 沙盒不希望打扰到北野的家庭 他们约法三章 不打电话 发来的短信立即删除 如果对方没有回信 就不要再发第二封短信 家子的丈夫 说要带女儿参加烟火大会 给他放半天的假 家子没想到 一切都是丈夫设下的局 男人在他车里偷偷放了定位装置 家子怂恿沙盒去约北野 沙盒鼓起勇气发去短信 却迟迟等不到回答 于是在家子的再次怂恿下 沙盒给北野打去了电话 北野说 虽然很害怕陷入这样的关系 但还是停不住想见他 他们约定下午三点动物园见面 两个勇敢追爱的女人 此时嘴角上扬的美丽弧度 看起来那么幸福 家子打车到海边约会画家 蓝色的高跟鞋 在沙滩上雀跃奔跑 那是一种无法掩饰的开心 他曾告诉沙盒 不要高兴 不要期待 不要奢望明天 可如今 他却正在高兴 正在期待 正在奢望明天 而沙盒在看到北野跑向他时 敬情不自禁流下了眼泪 他们在动物园忘情地牵手 却因为别人的一句 先生 吓得赶紧松开 只能一前一后 保持着距离 沙盒看着甜蜜牵手的情侣 眼里的羡慕无法掩藏 可他们的关系 连在别人面前牵手都不可原谅 甚至不能互相叫名字 如果在茫茫人海中走散 可能就再也找不到彼此了 喷泉池边 他转身回头 沙盒温婉甜美地 朝他微笑着招手 那是他想要的恋人 那是他想要的爱情 可他的妻子 在努力地融入他的生活 他学习做家务 学会做料理 甚至想要和他生一个孩子 他用一切努力告诉他 我重视事业 但我更重视你 他能感觉到北野心里有了别人 可他觉得 一切都还来得及 他们一直流连到动物园关门 北野送给他一只星星玩偶 因为沙盒说 北野很像那只大星星 此时烟花绽放在远方的天空 想要抛弃一切的愉悦 和现在就想要逃跑的痛苦 在沙盒的脑中挣扎 陷入布伦之恋的两人 就像坐在风雨中摇曳的小船 却永远到不了岸边 回到家后的沙盒 神情自若地准备着美食 甚至说谎都越发地熟练了 另一边的夹子也沉浸在幸福中 和画家你们我能忘记了时间 却不知这一切 都被追踪而来的丈夫拍了下来 回去后男人没有大吵大闹 只是暗示自己已经知道 他摸了摸光滑的地板 还借口换套餐 没收了夹子的手机 夹子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赶紧回去翻看包包 果然找到了丈夫放进去的追踪器 他跑到超市告诉了沙盒 这时哲元刚好过来 于是三个女人聚在一起讨论 是装傻到底还是低头认罪 夹子表示现在还不想离婚 不想让孩子受苦 哲元却突然说道 他的丈夫好像被谁深深吸引了 家子劝他如果不想离婚的话 就不要去追究 男人一旦失去了退路 只会一措到底 沙盒甚至还给他加油打气 夹子起身去做饭 哲元也跟着去打下手 沙盒独自一人坐在沙发上 桌上哲元的手机突然响了 他无意间一瞥 却仿佛被一道闪电梯中 哲元手机的屏幕上 赫然是北野和他的亲密照片 心痛到不能呼吸的感觉 女人深深地体会到了 沙盒一秒也待不下去 匆匆逃离 看着手机画面 家子也明白了一切 赶紧追了上去 沙盒不停地呢喃着 自己该怎么办啊 家子感受到他的心痛 一把将他搂进怀里 除了放弃还能怎么办呢 知道哲元是北野的妻子后 就会无法抑制自己的极度之心 在所有人都崩溃之前 把一切都结束掉吧 这时沙盒的婆婆突然到来 家子只能先离开 可他不知道的是 等待他的将是另外一个地狱 男人居然叫来了家藤 男人表示为了生育 他不会声张 画家却说出了决绝的话 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可留恋的 家子紧紧地盯着家藤 一脸的不可置信 丈夫走后 他匆匆跑去电话亭 想要最后确认一下 真的对我没有任何留恋吗 画家说 你要来我家吗 如果你准备好了可以抛弃一切 家子亲口终结了这份感情 蹲在电话亭痛哭地撕心裂肺 沙盒的婆婆说出一个秘密 儿子俊介现在的性格 应该是受到自己丈夫的影响 也是因为丈夫的背叛 母子二人一直被深深地伤害着 沙盒想到和北野的关系 一定也会伤害到哲元 那一瞬间有了放弃的想法 他把北野送的猩猩玩偶放进抽屉 然后给北野发去分手的短信 北野却不想放弃 可沙盒却害怕再见到他 于是北野拼了命地狂奔而来 沙盒违心地说道 我还没喜欢你到可以放弃家庭 虽然是一段短暂的时光 但还是谢谢你 北野也知道这样的感情无法长久 可是他还是感性地说 这笔说一万次我爱你还要沉重 他们删掉了彼此的联系方式 北野想送他最后一次 一路上两人谁都没有说话 害怕只要一开口 就会想说出取消分手的话 さよなら さよなら 振り向いてはなりません 振り向いたらそこは 本当の地獄です 尽管万分不舍却不敢回头 因为身后便是真正的地狱 所以他们相爱 却也仅仅只能是相爱 两人都被爱情伤得千疮百孔 可这是不伦之恋 再痛苦也不能让别人知道 只能若无其事地回到遇见他之前 回到那种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去 他们互相舔势着伤口 怎么会不难过呢 但这就是出轨的代价呀 回到家的北野整天失魂落魄 妻子告诉他自己获奖了 他不再勉强自己做个平庸的家庭主妇 可是妻子的撒娇却让他苦恼 他现在满脑子满世界 都被沙盒的影子塞得满满的 哪还能塞进其他东西 所以妻子要求的奖励 也不过是他自己的所求 他甚至已经无法做到假装热情 沙盒表面如常做着家务 北野的出现仿佛是自己的幻觉 只是午睡时的一场梦而已 可无意间看到那双鞋 还是会不自觉想起那个男人 他迫不及待地脱下围裙 急上车 不顾一切奔向那个男人 可半路遇到了哲元 他又掉转车头落荒而逃 第二天 哲元在超市找到沙盒 抱怨北野近日的消沉 一定在外面有了喜欢的女人 沙盒一下说漏了嘴 哲元奇怪你好像认识我老公一样 沙盒说高中老师不都这样吗 这马脚漏得直接了当 甚至都不用去废脑子推理 北野和沙盒约会的照片 被学生送到了校长办公室 他到超市找到小智 请他帮忙给沙盒转交一封信 他会小心不让这件事 给他带来困扰 原本以为生活就这样麻木地过着 他们也会渐渐忘记对方 直到这一天 两家人在街上意外相遇 北野听到妻子喊沙盒名字的时候 应该已猜到沙盒当初 为什么提分手了 他到最后也没说出原因 把所有的难过都放在自己心里 独自承担着 两人装作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 尴尬地打着招呼 可沙盒无意间叫出北野的名字 哲元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们一起来到沙盒的家中 进门的瞬间 北野一把拉住沙盒的手 即使分手后痛哭流涕 却还要假装坚强 即使已经慢慢疲惫和埋怒 但他的手握向他的时候 这世界所有的残忍都可以原谅 因为他的心如同紧握的手 依旧滚烫 家子苦苦哀求 把手机还给他 男人却不屑一顾 甚至已经停掉他的信用卡 让他做个只会微笑的花瓶就行 家子怒急返校 为什么这么多年能对你保持微笑 是因为我在外面有了男人 即便是一无所有的渣男 都没有像你一样瞧不起我 即使只有一瞬间被对方渴求 也好过你对我的爱答不理 男人狠狠甩了他一巴掌 并让他滚出家门 家子毫不犹豫地跑出门外 却发现根本无处可去 他只好去找沙盒 沙盒劝他回去跟丈夫道歉 家子却去意已决 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 最后一次重获自由的机会 从沙盒家里出来 家子鼓起勇气来到画家的工作室 却听见里面传来丈夫的声音 家藤却说 你只是把他当作 美丽而顺从的人偶 平常树枝高阁 任他蒙尘 客人来了 就打扮得漂漂亮亮 但我觉得他不是 这个男人确实动了真情 哪怕他嘴上 薄情狠毒地说 我不会蠢到去爱一个有夫之妇 可画室里大大小小的画 目不遮住的 明目张板摆在正中央的 还未完成的素描轮廓 画的全是那个他深爱着的女人 在他的眼里 家子所有的一切充满魅力 他做的食物 他的笑容 他在语中倔强冷清的眼神 但他还是准备拒绝他 只因那一句 我这里也没有他的容身之处 他总觉得跟着主编过奢侈的生活 好过他这里的粗茶淡饭 甚至每天都要担心柴米油盐 可门外的家子已经下定了决心 回去后放下离婚协议书 简单收拾好行李 毅然决然地来到画家的家里 只有在这里 他才能卸下伪装的坚强 像真正的女人一样自由地哭泣 他一定会紧紧抱住自己 于是悲伤的眼泪 也会因为他的安慰变得幸福 哲源突如其来的一句问话 让沙盒胆颤心惊 他结结巴巴准备招供的时候 却发现哲源问的不是这个 而是他们夫妻相识的经过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可女人感知情敌的灵敏嗅觉 让她化身成为福尔摩斯 哲源借口参观房间 发现了北野送给沙盒的星星玩偶 北野赶紧过来解围 临走前 哲源发出灵魂拷问 眼看沙盒已经招架不住 北野马上出来解释 是因为之前家子 被学生砸车认识的 北野和哲源走后 沙盒心虚地拿出星星公仔 犹豫了一会后 还是放进了垃圾桶 哲源虽然表面一切正常 但他已经在寻找蛛丝马迹 终于发现了他们交往的铁证 家子的丈夫找到沙盒 希望他能帮忙劝劝家子回头 可家子知道已经回不去了 但他很想回去一次 好好跟孩子们道一次歉 沙盒来到家子的家中 告诉他的女儿 妈妈想好好跟他们说句对不起 但是大女儿却一口回绝 她对妈妈抛弃他们充满了恨意 孩子的话同样刺痛了沙盒 他失落地来到画家那里 拜托家藤一定要给家子幸福 因为家子就是另外一个自己 小智也突然找了过来 他承认自己输给了画家 画家决定 去见家子的丈夫 他不想一直当小偷 家子给他剪了一个更精神的发型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家子的丈夫居然召唤出家藤的前妻 三百万现金摆在面前 金光闪闪亮瞎双眼 说家藤的话在欧洲很受欢迎 跟他一起去国外发展吧 家藤第一次觉得 成功离自己好近 而一无所知的家子 还在苦恼着找个什么样的工作 他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 翻来看去只有酒店的女公关合适 沙盒的老公依然和女下属 保持着暧昧的关系 而这一切都被他的母亲发现 婆婆跪倒在沙盒面前 为儿子的出轨向他道歉 希望得到他的谅解 可此时的沙盒 却无比地希望丈夫真正出轨 这样他的罪恶感便会减少一些 可他不知道的是 哲元已经找过自己的老公 男人果然找到那个玩偶 但他却决定闭口不提 哲元还在穷追猛打 他约沙盒夫妻一起到家里吃饭 北也不想让沙盒感到不堪 两人匆匆相约在图书馆见面 正在互诉相思之苦时 却不料被赶来的哲元发现 哲元追着沙盒咒骂 并把他狠狠推向书架 在书杂下的瞬间 北也冲了上去 将沙盒紧紧地护住 三人被一起带到了警局 解释清楚后 北也夫妻先行离开 沙盒却无人担保 这样的事情又可以告诉谁呢 而此时的家子 已放下所有的骄傲和尊严 卑微地请求一份工作 当他晚上回到家时 却发现家藤带着前妻回来了 家子正不知所措时 刚好接到了沙盒的求助电话 无助地沙盒见到家子 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班报了上去 沙盒感慨结婚后的女人 不应该期待轰轰烈烈的爱情 可为什么总是情不自禁呢 家子说北也不会选择离婚的 男人永远不会不顾一切 这时沙盒的老公突然回来 他直言因为家子的出现 沙盒开始变得奇怪 希望两人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沙盒犹豫了一会 决定向老公坦白一切 男人却故意打岔 阻止了他继续说下去 另一边的北也回到家 哲盒说给他一周的时间处理 然后跟他一起搬离这里 是的 他爱北也 可他却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他 第二天沙盒来到超市 同事们对他指指点点 主管斥责他影响了超市的声誉 北也也被叫到校长室 他即将失去作为老师的资格 而这一切都是愤怒的折缘所为 逃离了让人窒息的超市 沙盒心情低落走在回家的路上 却突然接到婆婆的电话 她已经做好了饭菜 并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 沙盒匆匆地赶回去 和老公一直暧昧的女同事正等在门口 沙盒觉得这人莫名其妙 女人却直接说道 女人让沙盒赶紧和老公分手 然后嚣张地离去 沙盒发现自己竟然无法反驳 可当她打开门 却发现婆婆已经听到了 沙盒尽到妹妹 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切 男人还是不愿意面对 哭着请求沙盒回到过去 沙盒摇了摇头 说了句对不起后跑出家门 他又来到熟悉的公园 这里充满和北野心动的回忆 可这次鞋带开了 他却不能再帮自己系上 沙盒难过的哭泣时 身后却传来了期待的脚步声 那个男人来了 这世上最幸福的感觉 莫过于从泪水中 破涕为笑吧 另一边的沙盒换上工作服 准备去夜场上班 沙盒的前妻突然到访 他要带画家去参加商务宴会 他直言工作室人来人往 沙盒的衣服过于轻浮 然后傲娇地转身离去 晚宴上沙盒和前妻闪耀全场 而沙盒却在夜店里遭人轻薄 甚至他的丈夫也找来 告诉他女儿经常哭喊着妈妈 希望他能回归家庭 可沙盒铁了心地不再回头 即使做这让他难堪的工作 也不愿再回到 那个镀金的牢笼 但画家还是决定去往国外 夹子一把拉住他 如果等待能换来和你 堂堂正正的相爱 即使一生他也愿意 沙盒与北野来到了海边 牵手走在皱颜花旁 这种花的根筋错综复杂 就像是一直想分开 却藕断丝连的不伦恋情一样 北野彻夜未归 哲元愤怒地打给沙盒的老公 发誓要将他们分开 而此时的两人 却躲在一处隐秘的森林小屋 过着平凡的二人世界 沙盒告诉北野 第一次见面时 他偷了超市的口红 北野也坦诚地说 他对哲元并没有什么不满 可是总觉得他 好像不需要自己 又或者他只是嫉妒 世界上最幸福的是 莫过于遇见一个 你将所有缺点打开了给他看 他依然爱着你 甚至更爱你的人 沙盒说出一直想说 却没敢说的话 好 全部好 太好 可北野却没有回应 他看着沙盒手上的婚戒 对不起 我想堂堂正正地说出来 沙盒假装生气跑开 却不时回头看 北野是否追上来 奔跑中 他不小心摔倒 北野学着蝗虫 笨拙地蹦跳哄沙盒开心 然后背着他说出 最简单却最深情的话 沙盒 嗯 一緒になろ 女人为之抛弃家庭孩子 宁愿做酒店公关 都想在一起的男人 却跟前妻在国外风光无限 家子预知了第一个月的工资 购买了一部手机 时隔15年第一次花自己赚的钱 他第一个就打给画家 可他没想到的是 因为没打通电话给家藤的留言 都被他的前妻偷偷删除了 家子终于联系到沙盒 提醒他 总归是要面对现实的 可沙盒却只想在梦里多待一会 而等待家藤回来的家子 此刻也何尝不是呢 家子的话还是提醒了北野 他想回去做个了断 沙盒说 那我们一起回去吧 北野却让他等在这里 因为知道 回去的暴风雨有多猛烈 他希望沙盒躲在身后 第二天清晨 北野要出发了 约定三天后一定回来 沙盒拿出当初的那把雨伞 而北野将自己的眼镜交给沙盒 这一刻明知是苦等 沙盒也会坚定地在原地等着 即使他可能不会回来 即使没能得到 想要的结果又何妨 即使梦醒了要面对的是地狱又怎样 沙盒的坚定给了家子信心 他回去想和丈夫彻底离婚 却发现小女儿病倒了 好不容易退了烧 女儿的不舍让家子内心翻江倒海 丈夫也发现家子回来了 开心地表示回来就好 女儿不能没有妈妈的 况且现在沙盒已经走向世界 他只会成为画家的负担 沙盒一时间有点恍惚 前期可恶的小动作终于被沙盒发现 他愤怒地夺回手机 马上给沙盒回拨了电话 却又被盼望妈妈留下的大女儿挂断 甚至删除了留言 两人阴差阳错地一再错过 可沙盒还是没有放弃 继续回去等待杳无音信的画家 小女儿醒来没看见妈妈 他哭闹着跳进水池 他一遍又一遍呼唤着妈妈 可妈妈还会回来吗 愿意编北野来到沙盒家中 不出意外 北野被愤怒的母子赶出了门 他只好回去找哲元 哲元实在想不通 自己哪里比不过普普通通的沙盒 北野却说 哲元却突然说道 怎么办呢 就算这么没肚量的男人 可毕竟是肚子里孩子的父亲啊 男人回来提出离婚 女人却说自己已经怀孕了 甚至威胁要跳楼 北野却直接拆穿他的谎言 因为他不是那样的女人 北野匆匆收拾了行李 因为那边沙盒正在等着他呢 虽然短短的三天 沙盒却觉得比一生还要漫长 他用塑料袋画着北野的模样 便觉得他就在身边 终于熟悉的脚步声传来 沙盒掩饰不住的雀跃迎了出去 他明明已经回来了 他明明已经把自己抱在怀中了 为什么还是会流泪呢 他们陶醉在小别后的重逢里 似乎已经忘记 命运绝不会善待犯错的人 哲元已经带人连夜追踪过来 婆婆恶毒地咒骂 折圆刀尖一样的眼神 即使千斑不舍 两人也只能含泪对望 不得不面临彻底的分别 他们在律师的监督下 签下了永不相见的协议书 如果违反 沙盒将赔付每月三十万的精神补偿 心如死灰的两人只能签字 一笔一画地终结了他们的爱情 沙盒到超市归还了口红 这份由犯罪开始的心动 终究不会得到幸福的结果 另一边画家终于回国 却因为作品涉及抄袭 被家子的老公威胁 只要离开家子便不会公开此事 这时两个女儿突然出现 大骂家藤是小偷 不仅偷了别人的话 还夺走了他们的妈妈 把妈妈还给我们 一声声则骂让家藤心如刀脚 他选择公开承认抄袭 然后回去让家子离开自己 家子却不愿意离开 他希望和家藤从零开始 这时小智突然过来 质问画家为什么不能给家子幸福 就算欺骗全世界 也应该做到给他幸福 打斗中 家藤伤到了手部神经 再也不能会画了 小智想去自首 却被家藤阻止 他知道是画家故意的 只有这样家子才会离开自己 自己也会放弃幻想 家子从病房出来后 抱着沙盒哭泣的像个孩子 因为他终于明白 这场爱情比他想象的 更加辛苦不易 看到他们的远别 沙盒未被容尽的思念 把他带到贝也所在的学校 想和他做最后的道别 守护了这么久 坚持了这么久 最终得到的却是一句 回去吧 回去做一个好妈妈 原来这场爱情到头来 只是两败俱伤 家藤真的一无所有了 那已生存的手 无法再握笔画画 没有了荣誉 没有了爱情 仅有的是心中的那份 喜欢和牵挂 还有那个再也无法得到的拥抱 他用左手笨拙地画着他的画像 被路过的小孩说真难看 他气愤地追逐着年幼的孩子 不许别人说他难看 谁都不可以 沙盒带着没有燃烧殆尽的思念 来到北野所在的学校 他也想和家子他们一样 和深爱的人做最后的道别 北野正式告别了学生 然后偷偷溜到学校的广播室 和学生们分享相爱的意义 将来请你们认真爱一个人 一旦爱上某个人 看习惯的风景 都会变得截然不同 会祈求他人的幸福 你们会了解到这巨大的喜悦 我也通过和某个人的相遇 相爱 相拥 获得了这份喜悦 就算最后分开 也会祈祷对方一直幸福 沙盒知道这是北野最后的告别 他瞬间泪如雨下 见到一墙之隔的北野 他多么想不过一切奔赴而去 却只能偷偷藏起 痛苦地遵守永不相见的协议 他失魂落魄地回到家 点燃了那双充满回忆的鞋子 看着熊熊燃烧的火焰 沙盒的眼里满是绝望 可第二天警局里 俊介却说是不小心厨房失火 沙盒呆滞地走了出来 男人终于明白放手 才是真正的解脱 沙盒离开了 家子却回归了家庭 他们远远地招手告别 家子说以后不会再和你联络了 他问沙盒 我们还能再喜欢上别人吗 在经历了索然无畏的婚姻后 在遇见刻骨铭心的挚爱后 在一切都支离破碎后 还能再不计后果地爱上某个人吗 可能还会爱上的吧 只是下一场爱情里 希望你们都能全身而退 神様 这对男女正热情忘我的缠绵着 看着激烈的动作就知道 他们绝对不是一对正常的情侣关系 接下来就为大家讲述 紧接剧版剧情的电影版 骤妍 不知道他们的爱情是否也会像骤妍花开一样 只有一时的灿烂 故事还要从这个长相清纯的女人 沙沙开始说起 三个月前 沙沙刚搬来这个城市 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 她不得不开始寻找工作 在餐厅里应聘的时候 老板对沙沙的简历十分好奇 因为这个女孩没有任何的履历 也没有家人在这个城市 老板询问沙沙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城市生活 沙沙则是一脸真诚的回答 因为自己喜欢这个靠近大海的城市 看着沙沙一脸人畜无害的样子 老板放下了戒备 给沙沙了一份帮助的工作 可她不知道的是 眼前这个看似清纯的女人 其实是因为出轨才被迫出来工作的 看似温和干净的沙沙 当初因为出轨人夫而被抓了个正正 为此她离了婚 签下了和情人北野死生不复相见的协议 最后便找到了这个无人认识自己的城市 她以为只要自己离开 就可以完全地忘掉那个男人 餐厅的工作繁忙而又无趣 沙沙经常会因为客人的需求太多而感到无奈 但无论如何她都没有叫过苦喊过来 忙碌完工作的沙沙 回到家中的时候总会感觉格外的孤独 她在这里无依无靠 却又不得不和过去的自己说再见 就在沙沙享受着风扇带给自己的凉爽时 一只虫子飞了进来 落到了房间的一张海报上 沙沙想用纸巾盖住虫子 下一秒却看到了自己日思夜响的那个名字 自己曾经的情人北野 竟然要来到这个海滨小城里开研讨会 看到这个消息的沙沙心里五味杂陈 曾经的回忆再次被勾了起来 那种美好而又刺激的感觉 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沙沙的骨子里 第二天一大早 沙沙就来到了会场查看 结果刚下车就看到了一张巨大的海报 这一次他可以确定了 北野明天确实会来到这里 如果自己愿意的话 明天就可以和这个旧情人再次相见 回家的路上 沙沙心里格外的纠结 他们已经签下了协议 永远都不能和对方见面 不能交谈 更不能交换联系方式 回到家中的沙沙 很下心来将海报揉成团扔了出去 下一秒他又不依不舍跑到楼下 将自己刚刚扔掉的海报捡了起来 那刻骨铭心的爱情 尽管并不道德 可确实令人着迷 哪里是想忘就能忘得掉的呢 第二天沙沙决定了要去研讨会 只是远远地看北野一眼 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光彩照人 沙沙一大早就穿上了自己最漂亮的裙子 还精心地化了个淡妆 可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又觉得有些过于刻意 思索再三之后 还是换上了最常穿的牛仔裤和T恤衫 来到会场之后的沙沙发现研讨会已经开始了 一脸正派的北野正在给大家讲述 萤火虫的生活细心 这也是他今天要探讨的主题 来到门口的沙沙听到北野的声音之后 瞬间就挪不动过了 那是自己日思夜响的声音 为了不被北野发现自己的存在 沙沙故意做到了最后一排 她看着自己的旧情人在讲台上认真的模样 只觉得心酸而又激动 当有人提问萤火虫是否有家人时 北野也给予了最认真的科普 萤火虫确实会有家庭 但它们并不是一夫一妻制的存在 当磁性萤火虫尾部发出间接性的光芒时 就是在故意吸引雄性 在一方面来说 它们比人类要自由多了 就在沙沙觉得北野不会注意到自己时 自己前面的小孩突然举手提出了问题 他想知道萤火虫都生活在哪里 当男孩坐下的这一刻 北野和沙沙二人的视线正好对上 这一刻两个人的眼神尴尬而又缠绵 看到沙沙的那一刻 北野瞬间愣在了讲台上 这一刻的他紧张到浑身是汗 在主持人的提醒下 北野才磕磕巴巴地回答道 萤火虫大多生活在水质干净的地方 例如这个城市附近的三滨自然公园里 就有萤火虫的存在 随后还表示自己有空的时候 想去那里寻找萤火虫 研讨会散场之后 沙沙如同着了迷的一般 坐上了开往三滨自然公园的公交车 她希望自己能够在那里遇到萤火虫 更希望能够看到自己心心念念的北野 可是来到这里之后 沙沙等了很久 都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北野的踪迹 于是她只能失望地离开 就在回程的公交车上 沙沙竟然看到路边的北野 这一刻的沙沙彻底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忘记了曾经签下的那个协议 她拉开窗户大声地呼唤着北野的名字 而看到沙沙的北野 也毫不犹豫地追了上来 但遗憾的是公交车不到站不停车 沙沙只能等到下一站时才能往回走 可这个傻姑娘不知道的是 北野也坐着货车追了上来 结果两个人这一次算是擦肩而过 他们又一次错过了对方 因为和北野的错过 沙沙觉得十分失落 她一整天都没怎么吃东西 所以干脆来到自己打工的餐厅当了一回时刻 餐厅的老板对沙沙过去的故事 十分的感兴趣 可沙沙却始终闭口不提 不过这个老板倒是挺风趣幽默的 她告诉沙沙 自己曾经杀了人 被迫无奈下才来到了这个城市 看着沙沙一脸的不相信 两个人同时笑出了声 随后老板才说出自己来到这里的真实原因 她的妻子在几年前因病去世 而她也彻底厌倦了城市里的工作 所以才独自一人来到这里开了一家餐厅 说到这老板还表示自己可以考虑考虑追沙沙 而沙沙却故意搪塞了过去 这种话当玩笑听听就可以了 另一边回到家中的北野 也是满脸的魂不守舍 妻子看到北野的表情以后 察觉到了不对 而北野却表示 自己在一个城市发现了萤火虫 这才让妻子感到了安心 毕竟北野这个人对萤火虫的痴迷是无人不晓的 此后的日子里 北野开始频繁地跑向三滨自然公园 而沙沙也是一次次地想要制造偶遇 直到这天 沙沙来小溪边后 看到戴着草帽的北野正在翻着水中的石头 男人的模样认真而又平静 沙沙不想打扰他的工作 于是便静静地看着北野的动作 直到北野发现了他的存在 沙沙告诉北野 他们两个已经签下了协议 他们不能说话 也不能交换联系方式 所以现在自己说的话是自言自语 而北野也表示自己也是一样 两个人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往日的感觉仿佛又涌了上来 也就是从这天开始 北野和沙沙开始默契地一次次相见 相处的过程中虽然话不多 但看向彼此的眼神里却充满了爱意 公园里的生活让他们感到了快乐和温馨 仿佛是在苦难生活中偷得的一丝温暖一般 两个人约定时间的方式也很特别 他们会乘坐同一辆公交车 然后在玻璃上写下相见的日子和时间 这种惬意的小幸福虽然并不热烈 但足以让他们的生活充满乐趣 两个人约定周四三点再次相见 不巧的是这天下起了小雨 可沙沙却依然一早就等在了这里 可等来等去却还是没有等到北野 就在他愤怒地想要离开时 北野穿着雨衣扇扇来迟 沙沙气愤地坐在公交亭里 委屈巴巴地表示以为再也见不到北野了 结果北野竟然真的表示 他们以后再也别再见面了 听到北野的话后 沙沙觉得北野说得没错 他们确实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 因为他也发现 伴随着逐渐地相见 他想要的已经越来越多了 告别以后 沙沙独自一人上了公交车 可没想到的是 北野竟然也追了上来 而且还和沙沙坐在了一起 看着沙沙惊讶的眼神 北野坦诚地表示 既然已经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那不如多待一会儿 车辆到站之后 两个人也只能跟随人留下车 他们本以为这会是最后的告别 其实背后突然传来了一阵刺耳的鸣笛声 而汽车里坐着的那个女人 正是北野的妻子 虽然两个人什么都没做 可也算是再一次被抓了个正正 妻子淡定地将二人带回了旅店 北野想开口和自己的妻子解释 可妻子却想听听沙沙怎么说 沙沙表示他们两个人 只是一起看萤火虫石 妻子都被气笑了 她真是搞不懂这两个人是在纯情什么 明明就是肮脏的出轨关系 却搞得自己好像那个做错事了的人一般 已经签下的协议 既然已经不做数了 那倒不如做个了断 这个妻子也是个狠人 她表示只要北野和沙沙在自己面前做一次 自己就可以原谅他们的过错 彻底放手 让北野去追寻自己的爱情 可两个人根本不可能这样做 妻子看到北野犹豫以后 忍不住软下的心 她告诉自己的丈夫 只要你现在跟我离开 我就当作这一切都没发生 可北野却犹豫了 旁边的沙沙尴尬地落荒而逃 这一次的北野却激动地追了上去 只留下一脸悲伤的妻子独自难过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他们的爱情是崇高的 而自己是被排除在外的那个人 沙沙虽然也深爱着北野 可更想和这种不伦不类的关系彻底说再见 追上来的北野恳求沙沙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她会回去和妻子做个了断 绝不会让沙沙再次失望 画面一转 我们来到了几个月后 此时的沙沙已经是荣光焕发 早早地就做好美味的食物来到了三宾自然公园 没错 时隔几个月后 她和北野再次走到了一起 此时的北野正在起诉离婚 这一次 她无论如何都要给沙沙一个家 两个人在公园发现了萤火虫的幼虫 憧憬着他们以后将整个小夕照亮的场景 他们躺在地上 看着天上银河 两只手也在不知不觉中紧紧握在了一起 因为北野现在已经准备离婚 所以他们已经完全不再刻意压抑自己心中的欲望 两个人那叫一个腻歪 恨不得每日每夜和对方缠绵在一起 但北野的工作暂时还在东京 他必须时常回去工作 而伴随着他们越来越多的接触 餐厅的人也都知道了沙沙和北野的事情 大家还恭喜沙沙终于找了男朋友 而老板对于沙沙也表示了自己的祝福 日子过得平淡又快乐 沙沙觉得这就是他想要的幸福生活 可是逐渐的 沙沙发现北野好像有什么事情在瞒着自己 心烦意乱的沙沙被老板邀请前去钓鱼 在钓鱼时老板询问沙沙关于北野的事情 因为之前老板坦诚地告诉自己妻子已经死亡的事情 所以沙沙也表现得特别的真诚 他觉得老板是个可以信任的人 于是就告诉了老板 北野和自己的妻子现在没有离婚 而自己以前也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 听到这话的老板若有所思 但始终还是没有说什么 因为钓上了海鱼 所以沙沙当天晚上就准备做美味的海鱼包 可就在他一边唱歌一边做饭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北野申请的休假单 看到这休假单之后的沙沙愣住了神 因为这意味着北野这一段时间都没有工作 那么早出晚归的他究竟去了哪里呢 当北野回来以后 沙沙并没有明确地询问他 他想让北野主动告诉自己 可第二天北野却依旧早早地出了门 他的理由依旧是工作 此时的沙沙已经无法压抑自己内心的恐慌 当送北野离开之后 他快速地拿上钱包追了上去 经过他一番的追踪之后 发现北野来到了一栋房子前 看着北野乘坐电梯上了七楼后 沙沙忍住了自己的冲动 但他依旧想要搞懂所有的一切 所以就一直等在楼下 可当他看到北野出来的那一刻 整颗心几乎都要碎了 因为北野是坐着车出来的 而开车的那个女人 正是北野的妻子 此时的两个人还有说有笑 完全看不出来是要离婚的样子 看到这一幕沙沙快速转过了头 他不想被北野的妻子发现自己的存在 可他脸上的表情是那么的悲凉 仿佛已经做好了为自己爱情祭奠的准备 因为他不明白自己在北野的心里究竟算什么 更不知道北野是否真的会为了自己而离婚 带着极其复杂的心情回到家后 沙沙开始在房间里翻找北野和妻子依然交往的证据 可是还没等他找到 北野就回到了家里 沙沙假装睡着后被惊醒地询问北野 今天的工作是否顺利 北野回答一切如旧 还表示聚餐时那些学生们惯了自己许多久 现在自己必须要好好洗个澡了 北野的回答让沙沙感到悲哀 他独自一人抱着被子流下了眼泪 这难道就是他义无反顾选择的爱情吗 第二天北野照常出了门 沙沙来到餐厅以后 却发现同事们对他的态度180度大转弯 原来同事们都已经知道了他是小三的事情 他所谓甜蜜的爱恋是被众人唾弃的存在 所以工作中受到排挤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为了缓解沙沙的尴尬 老板带着沙沙一起来到了海边 看着沙沙苦恼的样子 老板安慰道 你既然已经做好了义无反顾的准备 就不要在意任何人的眼光 随后在老板的带领下 沙沙和他一起玩起了海上冲浪 沙沙已然将老板当成了知心朋友 他告诉老板 昨天北野去见了自己的妻子 而且看见两个人有说有笑的样子 自己心里十分难过 北野什么时候才会真正的离婚 可听到这些话的老板却露出了真实面目 他愤怒的斥责沙沙不知廉耻 勾引了别人的丈夫不仅不知悔过 还痴心妄想想要得到幸福 这个时候的沙沙才知道 原来老板的妻子并不是去世了 而是在几年前背叛了老板 和老板的下属私混在了一起 身为领导的老板被戴了绿帽子 实在是没有脸面再继续留下去 所以才被迫在这个小城市里开了个餐厅 虽然他开始的时候很欣赏沙沙 可当知道沙沙是个小三以后 对沙沙就只剩下恶心了 明白一切的沙沙瞬间心灰意冷 他愤怒地朝着岸边的方向走 匆忙之中还把帽子忘在了海水里 而这个老板也确实会搞事情 他在偶遇北野时 直接将帽子交给了北野 回到家中后的北野十分生气 他想知道沙沙的帽子 为什么会在老板的手里 而沙沙的怒气也不比他少 干脆直接摊牌告诉北野 自己已经知道了他和妻子还有联系 北野解释说自己离婚的事情 没有那么简单沙沙却不听解释 愤怒地回到了房间 而在两个人刚才的争执中 北野的手也被玻璃划开了一个口子 第二天醒来后的沙沙发现 北野为了不打扰自己 直接睡在了客厅 看着北野手上昨天被划到的伤口 沙沙决定自己搞清楚一切 于是他独自一人找到了北野的妻子栗子 可走进房间之后他才发现 栗子竟然坐在了轮椅上 栗子解释说自己不小心出了车祸 造成了脊椎损伤 所以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 而他和北野离婚的事情 自己的父母并不支持 必须要等父母同意自己才能签字 说到这儿 栗子忍不住询问沙沙 自己和北野离婚以后 是否还可以再叫他的名字 可沙沙却坚决地表示不可以 说来这个沙沙也真是挺奇怪的 他勾引的是别人的丈夫 却连呼唤名字的自由都不愿意留下 在爱情里的他明明也是自私的 却又如此残忍地破坏了别人的家庭 不过现在他总算弄清楚了一切 不是北野不愿意离婚 而是有着各种各样的烦恼 他只需要等待 这个男人一定会给自己一个完美的答复 而他不知道的是 在他去寻找栗子的同时 北野也去了餐厅寻找老板 两个人都想弄清楚彼此真正的意思 不过还好 最后的结果是肯定的 他们都依然深爱着对方 回去后的沙沙 激动地来到了三滨自然公园 他脱掉自己的鞋子踏入水中 和北野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两个人之间的埋怨也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抚摸着沙沙的小手 北野表示自己会给沙沙带上一枚婚件 他明天就要和妻子办理离婚手续 然后和沙沙领证结婚 两个人还约定结婚之后 要在这里办一场只属于他们的独特婚姻 让萤火虫来见证他们来之不易的爱情 第二天沙沙来到店里做最后的告别 他坦然地告诉同事 虽然自己的爱情并不光彩 但还是希望能和爱的人一起有更长久的未来 或许是因为北野昨天前来解释的原因 同事们对他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就连老板都对自己的做法表示了抱歉 他不该将对妻子的怨恨转移到沙沙的身上 今天是这个海边县城一年一度的狂欢节 按照规矩 女人们都要穿上和服来到海边再歌再舞 据说跳舞最好的人就会碰到好事发生 店里的大婶在为沙沙穿衣服时告诉沙沙 其实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有过出轨的想法 而她之所以看沙沙不顺眼 并不是觉得她不知羞耻 而是感觉自己没做过的事 被别的女人做到了 心里多少有点不平衡而已 穿戴一新的沙沙 跟随同事的脚步来到了海边 而此时的北野 也已经偷偷地挑选好了结婚戒指 为了给沙沙一个惊喜 她将戒指藏在了三宾自然公园的箱子里 随后便去寻找丽子拿离婚协议 丽子现在已经恢复的可以走路了 而且状态看起来也不错 看样子是已经走出来了 这一次的她表现得十分大度 她已经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 而且还提出要送北野去火车站 路上北野为自己自私的做法向丽子道歉 可丽子却越听越愤怒 她实在不明白自己是哪里做得不够好 以至于让自己的丈夫一次又一次地 扑向另一个女人的怀抱 而且她更不能释怀的是 那个破坏自己家庭的女人 竟然还一脸无辜地告诉自己 以后都不能再叫丈夫的爱称 一想到要失去自己苦苦经营多年的婚姻 丽子就恨得发狂 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应对接下来的生活 伴随着她愤怒的情绪 脚下的油门也踩得越来越狠 察觉到不对的北野想让丽子停车 可丽子却告诉她自己的伤并不是因为车祸 而是从阳台上跳下去摔伤的 她无法接受失去北野的生活 所以选择了轻生 可没想到自己竟然没有死 更没想到的是 北野离开自己的心依然坚决如铁 看着丽子的情绪越来越激动 北野只能紧紧地拽着安全带 直到最后一刻 北野依然表示自己还是爱上莎莎 结果下一秒 丽子的车就直接撞上了护栏 而此时在海边狂欢的莎莎 还不知道北野已经车毁人亡 第二天莎莎在警察的带领下 看到了北野的尸体和遗物 这场车祸中 北野当场死亡 丽子虽然身受重伤 可还是活了下来 看着那被鲜血染红的衣服 她忍不住痛哭失声 可她现在更想找到的 是北野给自己准备的戒指 她相信北野一定是有所准备的 此时的莎莎已经情绪失控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的警局 但还记得警察说丽子还活着 于是她很快找到了出院的丽子 她询问丽子是否知道 北野给自己的戒指去了哪里 可丽子却表示 北野在最后一刻是想回到自己身边的 她甚至在死前还在为出轨而道歉 虽然丽子出口不饶人 可当她摔倒时 莎莎还是将她搀扶了起来 失去丈夫的丽子回到了父母的身边 而莎莎却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往哪里 当她清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铁轨上 昔日她差点被铁轨绊倒时 是北野拉住了她 而这一次 她再也等不到爱人的手了 迷茫之中 莎莎仿佛看到了萤火虫的光芒 她跌跌撞撞地朝着铁轨伸出走去 可下一秒却发现 刚才发出绿光的只不过是绿灯而已 明白一切的莎莎直接躺在了铁轨上 北野已然去世 她的人生也没有了任何意义 倒不如随她一起离开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只萤火虫落在了她的无名指上 萤火虫发出的虚弱光芒 让莎莎再次燃起了求生的欲望 在火车驶来的前一秒 她用尽全力爬了出去 之后的莎莎发现 自己的腹中已经有了北野的孩子 这孩子将是她全新的希望 多年之后 一群小朋友在三宾自然公园玩耍时 意外地发现了箱子里的戒指 随后她将这枚戒指 戴到了一个小女孩的手上 那灿烂的绿色是如此的耀眼 仿佛深夜中萤火虫的光芒 发现戒指的小男孩戴着眼镜 不知道是不是北野的遗父子 或许这也是导演故意 给我们留下的悬念吧 看完这部影片之后 只有一个感受 那就是偷来的幸福不会长久 这一对双向出轨的男女 虽然兜兜转转之后 还是走在了一起 但最后迎来的依旧是悲哀的结局 虽然莎莎和北野是故事的主角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他们所谓单纯的爱情 是建立在彼此伴侣的痛苦之上的 全局最可怜的人并不是莎莎 而是为爱失去理智的例子 如果说莎莎和北野最后的结局 是他们为彼此爱情付出的代价 那例子又做错了什么呢 一个为了丈夫可以付出生命的女人 却依然抵不过丈夫几年前的一个情人重要 爱情或许没有先来后到 在婚姻里必须要有责任心 影片里有一点十分有趣 那就是莎莎最后跳舞时穿上的和服 上面的图案名为骤颜 也就是我们常见的牵牛花 骤颜的藤蔓十分脆弱 花更是只开一夜就败 且骤颜的花语是危险的爱 影片早就预示了他们的未来 婚内出轨本就是极其恶劣的关系 更何况两个人是又一次踏上了这危险的旅程 无论是出于伦理道德 还是迎合观众的需求 他们两个都必须要有一个悲惨的结局 你看就连电影中都已经默认 结果婚了以后就不能再爱上别人 否则结局只会是两败俱伤 所以再次也祝福所有支持我的朋友 此生都能在对的时间遇上对的人